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桑王朝的命运也随着朱岩的命运走向而改变一部奇幻剧 影片一上映就成为腾讯视频搜索榜单排名第一网友对此剧的播出纷纷表示盼望已久 对扮演时影的肖战评价 帅呆了 太好看24岁跨界成为演员 从出道时的声色到如今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流量明星 肖战正在用他勤勉的方式走出大家给他限定的怪圈零腰 从设计师到一夜爆火 肖战的努力 受他的原生家庭影响颇深 1991年出生的肖战是一个地道的重庆仔 从小父母就培养他才艺 而他也没有辜负父母 书法 画画 吉他 小提琴样样精通似乎一切都有预兆 这些才艺悄悄地为他的未来埋下了伏笔 小时候的肖战和普通学生没什么区别 一路从小学 初中 高中到顺利考入大学 肖战大学选择的是广告设计专业 良好的绘画功底让他在广告设计方面表现优异 在学校举行的一次公益广告设计中 他一举拿下第一名肖战不仅学习好 还精通音律在种种技能的加持下 他不仅是班上的文艺委员 还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时常担任校合唱团男生高音部的领唱 在地方高校文艺联赛中 他曾得过个人歌唱组比赛的二等奖 还荣获过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各方面都表现极其优异的肖战 没多久就成为了校园里人尽皆知的风云人物 别看肖战很出色 生活中的他非常随和 很会照顾同学 节假日也会和同学一起吃饭 一起娱乐 爱自拍 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大学毕业后 成绩突出的肖战 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从事设计工作 整天服案设计 顺利毕业 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让肖战很开心 如果一直这样 他也许会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成为一个职业白领 谁也没想到 一个广告设计工作者 在未来的某一天 因为自己的文艺特长 改变了命运2015年 24岁的肖战姻元 巧合参加了一档励志选秀节目燃烧吧 少年这档节目是从社会素人中选出参赛者 对参赛者经过一段时间声音 舞蹈 体能 形体等方面的训练后进行淘汰赛 比赛分为两组 由著名香港演员舒淇和歌手李宇春担任导师 曾经歌唱比赛的经历让肖战得到了这次机会 他很珍惜 于是放下手中的工作 专心致志投入比赛训练中24岁的高龄 在娱乐圈俨然是成为偶像歌手的硬伤 但是肖战并没有放弃 反而更加努力 从没有接触过这类训练的肖战 在这次训练中吃尽了苦头 第一次训练时压腿 老师直接把他压下去 他当时 直接疼猛了 脑袋一片空白 练习时不小心踢到下巴 咬到舌头的事实有发生 最严重的一次 因为连续训练时间过长 鞋子磨掉了他的脚趾甲盖 食指连心 血流不止 疼得他倒吸冷气 即便如此 肖战也没有放弃 一边治疗 一边练习在他心里 既然做了这件事 就一定要努力做好在比赛过程中 李宇春和舒奇都挺看好肖战 在专业知识方面给出重肯的建议 并多次鼓励他在选秀教父龙丹妮的几次否定中 李宇春和舒奇都曾为肖战出声 而这份感激之情 肖战一直记着这档节目过后 肖战虽然没有拿到第一 但是当时比较流行偶像歌手 最终长相帅气的肖战 还是签约了公司2016年 25岁的肖战也X9成团主唱正式出道 超新新学园 是肖战出演的第一部 校园网络剧 从一个广告设计师变成了一个艺人 这部网络剧 除了男女演员帅气 靓丽 谈不上演技 肖战虽然出道了 但是并不受公司的 重视出道前两年肖战 并没有接到好的资源 甚至连助理都没有那时的偶像组合 除了参加唱歌比赛 为了增加曝光度 会参加影视剧的拍摄 这些机会更多的要自己寻找 新人出道没人脉 没演技 总会遭白眼 嘲讽 在南肖战都没有放弃 经常独自一个人跑剧组试戏 最初只有露脸机会 慢慢地到一分钟 两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虽然没有积极水花 但每一次时常的背后 都是他不断努力的结果 良好的心态 坚持不懈地努力 不服输的性格 肖战终于迎来了机会 2017年 26岁的肖战 出演古装其幻剧后 我的皇帝陛下 中南二北堂默染一脚 在影视界斩露头角 在这部剧中肖战有了更多的出镜时间 有了更多锻炼 机会网友评价 演技有待提高 虽然如此 帅气的北堂默染还是为肖战赢得了路人员 这部剧之后 肖战涨粉超过200万 而肖战也记住了网友的评价 从肖战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成长都会经历或多或少的磨难 唯有努力和坚持 才能看见灿烂阳光从路人到有机会露脸 从几秒钟到拿到男二的角色 他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 改变自己的短板 可以看到肖战的努力和坚持 02从高光时刻跌入谷底 2018年4月 肖战在圈里看到了陈情令 在招募演员 于是自己跑去试镜 当时的肖战在演艺圈还是个小透明 他要试戏的是另一野配角薛扬这个角色 一个未复仇而活着的反派人物 拿下大主角是新人演员的梦想 但是以当时肖战在演艺圈的地位 恐怕他自己也不敢想关键的时候 还得有贵人相助 导演郑伟文和制作人杨夏在看到肖战的那一刻 他们从肖战的眼神 表情 言谈举止觉得 肖战就是他们要找的魏无羡 导演郑伟文这样评价他 魏无羡本性是一个干净 单纯的人 第一眼看到肖战时 肖战的笑容和剧中魏无羡的笑容太过相似 但是 出于尊重原著作者 郑伟文还是把肖战连带其参与世系的几位演员资料 一起发给了作者 作者的最终答案和导演 制片人如出一辙 于是肖战成功出演魏无羡 一个十八线的小演员一跃成为大主演 这让肖战很兴奋 但更多的是冷静肖战果然没有让导演 编辑原著作者失望 他全身心投入这个角色中 把魏无羡的天真 俏皮 不拘完美的演绎出来次年 陈情令在腾讯视频首播 引来无数观众 豆瓣评分7.9分 大家对肖战的演技褒贬不一 但更多的是包容网友评价 肖战演活了魏无羡这个人物 肖战也因为魏无羡让大众熟知三年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曙光 肖战个人账号涨粉超过2000万这对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来说 实属不易 是认可 是欣赏 陈情令的爆火 荣誉也随之而来 肖战获得第三届互联网最佳男演员奖和第六届中国电视好演员奖 在这个流量级价值的时代 更多的商家看到了肖战的商业价值 向他抛来橄榄之人而谁也没想到 成 陈情令 败也 陈情令2020年2月24日 肖战饰演的魏无羡 被国外一家非盈利平台上的携手写了一篇文章 丑化肖战 这让肖战的粉丝很愤怒 不但举报了这篇文章 还一并举报了这名携手于是 肖战的粉丝 携手在网络上发生了一场骂战 这名携手被肖战的粉丝骂到关闭自己的账号 而携手所在的平台也被肖战的粉丝炮轰 2月27日 该网站被迫关闭 网站关闭 注册该网站的作者和读者很生气 随后大家一起联合 抵制肖战 许多不明真相的路人粉也参与其中 在这起事件中 肖战的问题是没有及时发生引导粉丝 等他们发生时 为时已晚 这件事最终演变成肖战被全网抵制 称为227事件 黑粉们打着爱护肖战的幌子 最终让肖战的事业大受打击 肖战的事业也跌至谷底 而肖战自知澄清无用 最终选择沉默 后来在一些想说的话里 节目中 肖战解释了他选择沉默的原因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撕扯 拉锯 事情只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 才能明辨是非 才有一路向前的勇气 面对镜头 肖战说 当一个人站在最低谷时 他就不会害怕再失去 成长的路上 经历一些磨难 更能认清自我 经历过失去 才懂得更加珍惜 陈情令之后 社团其他成员有了大导演的邀约 而肖战在没有大的制作 演艺卷本 就是个踩低捧高的地方 你人气旺时 大家捧着你 你被踩时 大家远离你 肖战遭遇了入行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从一个素人 进入演艺圈 苦熬四年 努力 坚持不言而喻从初道到成名 肖战用了三年 从成名到跌落谷底 只用了三天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演艺圈 是个很容易让人迷失的地方 你的优点和缺点都可能 你的优点和缺点都可能被捕风捉影后 无限放大在这种环境中 要么洁身自好 做个积极 努力上进的人 要么以烂为烂 就此沉沦 从此在茫茫人海中 销声灭迹 而大部分 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 往往是有才华 有能力 很努力的人 他们能遇事不慌 能平静地接受一切 然后拿出与命运抗争的能力 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大 经历二二十七事件后 肖战变得更加成熟 他不听 不厌 不解释 甚至看不到他的踪迹 大家都以为经历这件事以后 肖战很难翻身 肯定糊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大家以为的那样 发展03有颜值 够努力让他重获新生肖战没有倒下 年龄 社会阅历在此时让他很清醒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深知演技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在陈情令爆火时 记者曾问过肖战今后的打算 肖战的回答 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磨练演技 精进台词上 2.27事件后 肖战不上任何综艺节目 转身投入话剧 如梦之梦了的演出 饰演剧中五号病人 和著名演员胡歌等同台演出 话剧的本质是现场表演 一个眼神 一句台词 一个对白 都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 稍有差错 都可能被现场无数双观众的眼睛发现因耳 话剧对于不是科班出身的肖战来说 是一个极大挑战 但他并不因此退却 而是从最基础的形体 台词 舞蹈 一遍又一遍地投入练习黄天不负有心人 就在饱受争议的同时 肖战在2019年却拿下古装片综合票房冠军诚然 肖战用实力让不看好他的人闭了嘴 不仅如此 被全网抵制 近两个月后 肖战还在推替平台全球网站发行单曲 光点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这首单曲刚上线几小时 就冲上了推替全球榜单第27名 并在国际唱片全球数字 单曲唱肖榜排名第7名 这首歌曲中文部分是根据肖战自己的经历所写 写出肖战陷入低谷的迷茫和彷徨 也写出了触底反弹的决心和勇气 这是一首积极向上的歌曲 温暖的歌词 充满情感寄托的歌曲 满满的正能量 如今的肖战 演戏 唱歌 面面俱到 演技 歌迹都在提高 他还在继续努力中 电影诸仙 上映半个月 票房收入超过4亿 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接下来 庆余年 余生请多关照 每一部肖战都尽力做到最好 演技在一点点提高 2023年上映的年代剧 梦中的那片海中 肖战的演技得到更多人的称赞 他在娱乐圈的地位 也在慢慢得到认可 随后的作品 频频上线 个人成绩日显突出 而每个成绩的背后 都有肖战不懈的努力 和支持罗杰 费德勒曾说 没有哪个人可以阻挡你成功 只有你自己努力 不放弃肖战从一个普通的职场白领跨界 成为偶像明星 本可以靠颜值 但他偏偏选择了才华 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 虽然荆棘密布 但他从未放弃 他不骄不躁 活得清醒 活得明白 高光时不骄傲 低谷时不放弃 不纠结过去 对未来总是充满希望 他的努力 他的坚持住他破茧成蝶 现如今的肖战全是粉丝量超过了3000万 他凭着自身的努力 在歌坛 影坛 时尚戒毒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蛟龙出海浪滔滔 大鹏展翅冲云霄 如今的肖战 势必会走向根耀眼的未来